请你 又怎么了 丽华可不是吗 一堆乱事心情一团造 不行 恐怕我不能去 不是我不孝顺 是不方便 你将我带着十几个人和枪 去咱姨那儿吃寿宴 她能有心情吗 那有什么办法只能神经卷除 好了 你就代表我 给咱姨买只蛋糕 我对不起她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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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处长 有事吗 主任 你通知中统全体同仁 再发现举报线索 必须首先向我汇报 没有我的批准 任何人不都身子抓捕 明白了 这一枪大家也累了 放两天架 休息休息 打了几年仗 都说头三脚难踢 可你厉清踢得不错 至少把敌人的气焰 给遏制住了 看来这几年的武装斗争 给了你一副坚强的神经 对于我哥哥 那是因为我对他太熟悉了 我考虑问题的时候 他总出现在我眼前 我可以随时跟他对话 他也一样 一样地熟悉你 那就对了 至少他再出手的时候 会有所畏惧 不至于为所欲为啊 你成熟了 几年前我就想到了 你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好了 既然我们可以喘口气了 我这里的工作 你可以帮我带管起来 是吗 我把钱包对得定去教室了 灵娥 你不是不想付账吧 看你说的 我有那么小气吗 等着 待会儿啊 我请你去沙利闻巧克力 等着啊 你知道在哪儿吗 我知道在哪儿 自己能找到吗 我能找到 林小姐 找到了吗 找到了 谢谢 你是在谢谢我 按规定啊 我是不能放你进来的 谢谢 你是说姚丽人 在外面没访了是吧 教徒三哭 应该有吧 可我们至今都没有发现 他偶然会去他父亲那儿 吃顿饭什么的 可从不过一 我都没有 心肺没问题 避伤我也看了 谁给你动的手术 那么大的伤口 缝合得很干净啊 哦 我的警员 叫范锡亮 多亏他 那个妇产医院 你熟吗 有一个姓范的护士 你 知道吗 那是美国人开的医院 我的熟人里面 没有姓范的 怎么 你找他 没有 我随便问问 金大夫 一位姓林的小姐等在外面 说认识你 让她进来吧 好的 请进 哪儿不舒服 我没不舒服啊 有人通知我来的 你真够实在的 对了 我那边还有个病人 你稍后 我去去就来 你饿吧 你胆子挺大 请问同志对你擅自传递电子馆的事儿非常不满意 那根本就不是你的任务 你是完全违反了地下工作的几率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尽管我们素未谋面 但是我还是代表崔恩同志对你进行严厉的批评 党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 是为了党的长远利益而考虑的 可你是怎么做的 你竟然为了一只小小的电子工放 那是因为我听说我们一号台 就是因为缺那么小小的电子管 那也不应该你操心 一旦暴露了怎么办 被敌人发现了怎么办 我不会暴露的 什么 我不会暴露的 他们对我印象非常好 你还嘴硬 你知道我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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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就是杨丽青吗 你哥杨丽人是我们学校老板 你哥杨丽人是我们学校老板 你我跟你说 你说吧 缺恩同志还有什么指示 我不知道你是谁 怎么会知道我 党的纪律也不允许我追问 但是我还是要代表崔恩同志 再一次地批评你 崔恩同志说你 他非常恼火 对了 他说你蜀木寸光 蜀木寸光就是你 你笑什么你笑 你这么不严肃 立合同志 你怎么这么不严肃 你还笑 你不觉得 你的眼睛不要害小吗 对不起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笑了 我不笑了 立青 时间过了 你快走吧 一会儿来个病人是个黄埔生 你们俩千万别撞上 千万别干啥事 你很漂亮 很有能力 别把自己折腾到班房里去 你是人才 别埋没了 咱们红军令 就缺你这类宝贝 是 请你转告上级 我以后再不这么做了 嚣死你了 走 李清来了 叫他进来 我正有事找他呢 李清 来来来 领导叫你 老师好 坐 怎么了 我看你很适应 都好 就是不能撒野憋得慌 你想咋什么眼 都是紫棋活 人家的地盘 走路都得溜边 可我听须瞎说 你还是去了大光明电影院 看了场电影 什么电影 法国的 这么吸引你 《嫉妒山恩仇记》 我看的是小说 法语原版的 这个作者是大中马 当年我在法国 用他来练习法文 我觉得大中马不如他的儿子小中马 我更喜欢《茶花女》 我呢 更喜欢在黄埔看的那些纪录片 李清 你不觉得吗 你现在做的那些事 比那些虚构的电影更精彩 还更残酷 你很失望是不是 你呀 可惜呀 黄埔没能教授你文学 尤其是法国文学 马克思对法国文学的评价 远远高于他的母语德国文学 马克思也喜欢文学吗 既然你看了电影 我问你 你对《嫉妒山》这个人怎么看 挺带劲的 报恩报仇 惩恶扬善 是的 这个人的身上 是有着拿破仑的特质 拿破仑 法国人 是 在黄埔有一些同学 拿他类比蒋介石啊 想听听马克思的评价吗 马克思用他的专注 说明法国的阶级斗争 是如何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 让路易巴达巴 那么一个平庸和可笑的人 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对了 眼下的蒋介石也是这样 可悲的是 他自己意识不到 觉得自己高明 比人民还要高明 想从一个脖子上 看见两个脑袋来 是 老师 你刚才的话 我没完全理解 没什么 就当是闲聊 老师 我刚才粗略地看了一下 你这份材料 是不是写 咱们在敌人内部 统治的一些假情报 是 军事部分 不不 我坦率地说 军事部分编得不太合理 打仗我是行警的 这部分我能 我能不能替你写 我教你来就是为了这个 太好了 假情报就是虚构 虚构不是风话 就算是风话 也应该有着严密的逻辑 是吧 来 我来帮我来 我来帮我来 这样啊 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 还有这样 你怎么也是 你好 咱们哇 很黄感 很黄像 好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那个地方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到我 向阮少校询问了没有 法国人非常喜欢吃中国菜 阮少校和玛雅餐厅什么关系 我听说啊 他在法作界吃饭从来不负账 问几处处则 小姐你的肚竹然出他的地盘上掌石 有人说那是共军的特科据点 人也跟我说 有一个 法语说得非常好的女人 给她报的案 她以为她认识她 法语说得很好的小姐 但后来我们查了几个事 我们发现了这个女人好像不存在 法语说得很好的小姐 我好像闻出点味了 我弟弟身边就有一个法语说得很好的小姐 你弟弟 你弟弟 中国的家庭 和您英国人不太一样 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 中国人女女内乱革命 各种各样的思潮 熏陶着一个个传统的中国家庭 于是 传统瓦解了 破裂了 生出了视如洪水的家庭成全 我的家庭也没那么幸免 我的家庭也没那么幸免 你弟弟是共产党 对 是共产党 克拉克 如果换成是你 你该怎么做 当你弟弟手持武器 在黑暗中等待着你 下龙相逢 哈姆雷德 你怎么做 活着 还是死去 克拉克 这 这是个问题啊 是一个悲剧 兄弟俩 你死无火 我不想这样 可能了 你看 会期已经确定 地址也定下来了 全国各地 包括红军各军的军官代表 和士兴代表 都将参加 总共五十多人 这个时候 在租解开还这么大规模 政治局多数同志通过了 全国的苏埃运动 中央需要加以指导了 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命令一家人呢 今天晚上就搬入会场 以家庭为掩护 保证 全国宿外大会 安全顺利地召开 老板 来了 赶紧把这个拨离 好的 交给我吧 好 人心窄吗 找找破诊 是杨毅远的 杨毅远的 你真正打算动手啊 是顾顺章在逼你吧 我就知道是他 此人最喜欢搞同名状 他对你不了解 你哥哥什么态度 情况有变化了 他要组织全国大会 如果可能的话 威慑一下对手 保证五十多名全国代表的安危至关重要 争取会议之间双方相安无事 争取会议之间双方相安无事 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自己 拿地图来 哪张地图啊 花旗银行金库 花旗银行金库 那一晚啊 大别山来的 消息肯定吗 我们的眼线在电车上偶然遇到他 他可以肯定 对方是红二十五军的一名联司务长 这么低级的红金干嘛 跑到上海来干嘛 不愧是逃兵吧 我们的眼线不这么认为 据说此人是士兵委员会的主任 共党的骨干要员 让我看到 有意思 共产党擅长组织 弄一个什么士兵委员会 我倒真想见见这个人 可惜让他跟丢了 是在这儿 麦托赫斯路口消失的 麦托赫斯路 又是这条熟悉的老路 立即通知克拉克上尉 请巡抚房帮忙 对这一带严加巡视 如果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 立刻向我汇报 是 是 士兵委员会主任 这是个什么鬼 跑上海来了 喂 麦克 我的金方经理 那批委员有问题吗 好 怎么搞的 主任 你看我都忘了 今天是星期五 你说你说 好 好 我安排一下 过去看看 好 外面弟兄都问 下午还去不去银行 今天是礼拜五 主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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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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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团核四路上突然多了很多巡捕 代表们要入会场了 这个时候太反常了 他们的嗅觉挺零啊 取消会议 恐怕不行 政治局的决定不能改变 那 对了 李宗盛他们出发了吗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好 那就好 要让他们转移敌人的注意力 我估计 他们很可能只是闻出点味儿来 如果他们有确切的消息 就不会只增加悬捕 而是直扑会场了 去侠 会场上人手不够 快点去啊 你走吧 对了 把保卫队长叫来 去吧 空门 快点 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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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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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